又不是他小修一下 怎麼到最後 蒸泡修了根本跟我原來的髮型是 然後我那天去做 我心情整個都很不好 藝人曹西平上節目抱怨 明明去髮廊只是小修頭髮 沒想到設計師修很大 讓他很無奈 而這樣的經驗 也發生在藝人汪東辰身上 微博上汪東辰頂著麥當勞頭 臉上面無表情 上頭還寫著 通常你跟髮型設計師說 可以剪短一點 他就真的給你剪很短 而且還不止一點 這段回應更說中了大家的心聲 先剪好大概要的長度 可是你就會低下頭 大概玩手機 可是抬頭起來 就不是自己要的長度這樣 再留長就好 因為我現在這個就剪壞了 但是我有看到他說 他要剪一點點 可是就把他剪到剩一點點 如果不想要髮型設計師 還是剪壞頭髮或是修太短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和髮型師設計企業 一定要有良好的溝通 你想要剪髮尾 你是想要繼續留長 那你長度可以接受剪多少 如果修一下髮尾的話 就是跟他確認好 他要的層次跟長度 其實如果你跟他價格確認 跟溝通整個髮型好 其實就沒有很大的問題 每隔一段時間 大家就得上髮廊修修頭 整理一下 這時候就得要和設計師 好好溝通 確認長度 免得一個剪太短 落得剪頭三日帶的窘境 這程序我慕尼台北藏寶寶寶